好,你們要不要談談參與馬拉松到現在為止,或是不一樣的心情變化? 因為我一直都非常配合馬拉松,因為他們不是說想要跑就跑,他們平常都要開始短練,是有點像是個體驗,其實平常比較有關係,才能夠在真正的比賽中最平常的心情談戴,然後就算當天的這個體力沒有平常訓練的話,我們也不要太參與,也不要心意這樣。 你知道我們一起可以完成這個事情,我覺得這個成就感是很高,應該是所有的考驗,不是真的期待運動的。 請問說,可以參加嗎? 呃,如果,對,我也希望之後有時間可以做完整的女婿。 run,好好一半年,就是八百年。 上次去那個媽媽的典禮,是不是看到那個名店蠻興奮的? 呃,對,因為在這個After Party的時候看到很多的,其實還蠻開心的。 然後我們講一下,就是她幫幫忙她的心得,會表現如何去被更新的。 我的心得是,我覺得這個舞台很快,我覺得每個歌手都上去應該都會蠻興奮的。 然後,特別是,我們一直有在有一些練舞,有一些調整這樣子。 好,不好意思,這個問題囉,謝謝。 有,非常謝謝,謝謝所有的同學,還有大家的支持。 我自己也非常的,支持大家的反應一樣。 我自己也太在意,是不是很喜歡,大家也會考慮,那是真的很喜歡。 但是我自己也會說,那是一個特殊的小學都不太, 但是我自己也會說,那是一個特殊的小學, 那是一個特殊的小學,這不是一個特殊的小學? 我自己也會說,我想說是一個特殊的小學都比較難, 你也會說是一個特殊的小學都比較難? 你可能會說可以學到三個小學都比較難嗎? 我覺得舞者是很有充足性的 有一點心中的氣氛 當然他們的花臂也不太清楚 也值得因為我們在他們社上學到滿多的 總之最後幫我們分享 好 謝謝總之議員 謝謝我們再提醒的 因為我們的演藝系也有馬拉松 因為我們有時間的關係 好 再一提提示 好 謝謝 我覺得馬拉松的精神就是 就是非常願意參加自己 然後在不同階段 從20到20到30的時候 然後不斷的挑戰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嘗試 一定要挑戰的東西 看到自己的期限 然後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 回頭改天覺得自己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非常建議大家 謝謝總理 謝謝總理 但是謝謝我們今天的影片 林鄉還滿滿滿滿的 怎麼會有一種別人的時間 那小時候 我照她趁機一直講的那個 因為以前是參賽者 然後她慢了別人 她一直做成這樣 我相信我應該可以 林鄉很帥 好 謝謝 謝謝